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感谢评讯会 在公开调论成绩以前 先让我来公布第一位印象跳的投选成绩 第一位评审 梁文迪评选 投选反方 反方可以跳 第二位评审 王直中评选 投选正方 第三位评审 骆俊启先生 投选反方 所以第一轮印象票总结成绩为正方一票 反方两票 反方暂时以两票比一票领先 现在公布本场赛事的最佳变手的候选人 由于出现同分情况 所以这场赛事共有四个最佳变手候选人 分别为正方四边 反方二变 反方三变 反方四变 反方四变 再有请评审进行公开讨论 时间为十五分钟 有请 请评审进行公开讨论 请评审进行公开讨论 所以我们有权利在一起 他会做更多更多更多的解释 但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我听到比赛都是很开心 为什么呢 原来我剩到十五八千最有钱的人 就要解锁的 所以我就在想 但我到底要讲去 听完了我们之后 我到底会很希望他听到 不会喜欢他听到 就算是我是一个 需要反确认 其实我听完了之后 我的第一个反应 其实我没有 我没有觉得要提高 我没有提高 对人的影响 这是一个 有影响的 把票票量也反送的 一个决定 那基本上 我会这样子来看 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就是被提到 大学生结论 然后需要性的时候 我一开始 我听到正方讲 比较多数一个 前面的需要性 然后反方讲 叫做 国家成员的需要性 然后就在对答 然后这时候 我其实在想 就算是个人 成员的需要性 成立的话 OK 它是影响多少人 我还在 我还在提的时候 到最后你们 大国计程 都去认同说 它应该是 打中高输入 就是 就要去 你们自己讲的 那十五八千 因为这时候我就觉得 这时候你再提 这个需要性 到底有多重要呢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这十五八千 可能一部分人 还是个人 然后没有很直接的 告诉他 他这样影响国家的 情况底下 这样我有很多问题 都可以不断 改变的政策 这时候我就觉得 这样还需要改吗 这个政策 所以它就 trigger了 我的更多层的想法 就是最基本的想法 那另外一个 我决定要跟大家 讨论的东西 其实就是数据上的掌握 我觉得你们在数据上的掌握 有企图 可是没有很多 就比方说 正反而反方 一定是有高层的 那时候 你看他们 国家收入 八十八千 是税务很多 那八十八千里面 包括十六岁 GST 然后这样 请问客人收得税是多少 然后客人收得税里面 然后被这个税务影响的又多少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 你就算算不出一个绝对数据 也可以有一个 range 一个 range OK 所以可以丢一些东西 你们一样 我 是扣税了 对吗 扣税了 增加六千八千 就算我实在最高 扣税了是二十七 我来六千多 我现在二十几 我一年大概是多了 一千五百多块 一月多一千 一百三十多块 一百三十多块 对一个扣税的最高 最少一万块 收入的人来讲的话 重要吗 我不知道 所以这些东西 就你们可以开始 用数据来订阅 来订阅 我都没有什么看到 就是可以 大概可以怎么回答 来 我先说一下 这个题目 真的对两队而言 非常地辛苦 因为尤其是经济 跟财务方面的东西 真是不适合抛架 那以你的评级而言 处理这样的问题 并不会责怪 你们打比赛的时候 这种混乱的状况 因为真的很为难 我觉得这应该要 怪主管 待会儿这个题目 真的是太 对你们而言太为难了 今天正方想要提到的是一个 或者我们常在 我们是指如果我们今天在等的那个税务 或者是消费行为的时候 我常听说一个就是 当一个社会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消费紧缩 什么意思呢 因为往往这是一个负面的循环 恶性循环 因为经济不景气 大家就比较不敢花钱 我现在讲不敢花钱 不是指那种原本就没办法花钱的人 而是可以花钱的人 也舍不得花钱 因为经济不景气 所以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如果你的钱是用来买三餐 你当然还是得买 可是你至少就不再会去买汽水 那你想你市面上买汽水的人变少了 那很显然 卖汽水的人 他的销售量就减少了 卖汽水的人 销售量减少了 他显然就必须要因应新的环境 他就不用生产这么多汽水了 对不对 他就只好开除一批生产汽水的工人 因为我要缩小我的生产线 于是开始有工人失业 这些失业的工人 显然就必须进一步的紧缩他们的消费 对不对 他们不但不敢买汽水 可能连圣诞节的糖果都不买 对不对 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 你不敢消费 消费少 人家就没有必要生产 生产少 然后就有人失业 或者是减薪 然后带动下一步的紧缩 那这种恶性循环怎么办呢 在世界各地 在世界各地 都只有一种解决方法 叫做想办法让你花钱 好 想办法让你花钱 那这种想办法让你花钱的行为 主要分成两大类 一辣类就是 那要怎么样让人民花钱 第二大类是 如果人民真的不敢花钱 怎么办呢 那就政府来帮你花钱 所以其实这种问题 有一种方法 就是说政府就说 好 因为消费很紧缩啊 对不对 那大家来 我反而提高我的税收 把钱收到政府 因为你可以不买糖 可是你不能不缴税 对不对 那好 反正你这个钱不买糖 你存着也是存着 你拿给我 政府拿来干嘛 盖商场 盖桥 盖路 那这个就帮你把钱花出去 那你那个承包商场的人 因此就有了收入 他有了收入 他就敢给儿子买汽水 他给儿子买汽水 这就可以带动正向循环 那另一种情况就是想办法 催促民众花钱 那可是 经济不景气 我要怎么催你花钱 因为每个人都有危机感啊 对不对 这时候正方有一个词 他其实没有讲好啊 那太年轻了 就是这种时候 我在促进消费 跟促进你储蓄 这两件事情 不可能同时发生 因为你一旦储蓄怎么样 你就不消费了 你懂吗 你消费了 那自然拿什么东西来储蓄 所以这不会同时发生 一般人也是希望刺激消费 因为 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不是怕你没储蓄 是大家都储蓄 没人消费 所有人都把钱存在银行 对不对 那既然大家都把钱存在银行 不敢动 没有人消费的时候 那一 我们都知道银行的钱 从哪里来 从有人借款来 对不对 我继续跟银行贷款之后 我付利息的银行的收入来源 大家都把钱存在银行的时候 没人跟他带 要不然就是大家都不愿意消费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今天正方有一个说法 那怎么办 出银行消费的话 那我就只好用扣除额的方式 好让你手上能够花的钱多一点 那这种扣除额 你用不着特别的多 因为它有一个乘数效益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假如每一个人 我国家假设 假设你一个月 假设多个 你马币了五百块 你一个月多个五百块 你原本不想买的汽水 可能就买 懂我意思吧 因为你 你在这样的照样花嘛 你只是有些奢侈的 你不太敢买 对不对 或者是少打点手机 或者是少用点什么 那一个月五百块 你至少就 你至少就敢去买汽水 如果全马来西亚的人 每人每个月 都敢因此多买一罐汽水 可能就有几百个汽水 变成工人 就不会失业了 好 这是一个批语 好 所以有很多的方式来促进你消费 那你今天所提到的这个扣除额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些方法的确是直接发现金 那发现金跟扣除额之间的一个差别是因为 这不是在今天比赛当中所提的 是因为你年轻 我们稍微补业也支持你 既然打了一个要辩论比赛 它的差别是 我发现金因为所有人都会拿到 可是呢 我其实只要促进你 因为有些人 不管 就比如说我收入很低的人 我本来就全部的钱 我拿去吃饭 我就没事了 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其实是没有差 因为这种人不会 他想存的存不起来 我现在是要那些想存钱的人去花钱 所以给你 你会拿去买汽水 对不对 不给你 那些拿汽水的钱就存起来 可是对于穷的人 给不给他 其实就是在我们台湾叫月光族 就反正他都会花光 这时候给他钱 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 因为他 他已经不得不消费 因为他都是必须的 他不得不消费 我们要针对那种 如果不刺激他 他就不会消费的那一块人 所以这是一种 那第二种 也是从公平的角度来考量 因为你在调整税的 扣除额的时候 你针对的情绪 需要缴税的人 我给你钱 从某种角度来讲 讲的很现实 需要缴税的人 就是这个人 对国家还有贡献的人 你懂吗 就是有些人 他根本就不需要缴税 因为我根本挣不到 那么多钱 也就是说这种时候 你在花他钱的时候 这事情有点不太公平 那要缴税就代表 我已经要缴税定成这个税 我才用刀扣除了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就相当多 这不是在常常提到 我是古典叶的知识 所以今天在政府方 所要提的时候 他的本地 似乎是想要描述说 为了避免这种消费的紧缩 希望大家在危机时刻 尤其在社会未来 经济前景 看起来好像比较 不乐观的时候 千万不要因为不乐观 而将你既有的消费收缩 盖花的钱不花 导致经济进一步的恶化 可是你们也知道 你们说 我其实因为 这不是你们说出来的那种版本 我大概听 因为你们在讲的时候 只有我家庭的债务 刺激的消费 等等的词语 可是我在想 我必须对你们要求到什么地步 因为我需要你们讲到 比较完整而且清楚的版本 不太像是因为你们年纪 能够做到的事情 那如果我这样 我如果要用这种 我也在迟疑 我如果用这种标准的话 那我评的这种比赛 几乎正方都不太可能赢了 因为 你要讲清楚是很难的 而因为你也知道 政策辩论的反方 只要打出来正方没赢 就会是反方的 所以我在衡量我的标准 要到什么地步 那我发觉正方讲的意思 我已经收到了 虽然他讲的内容 没有那么仔细 然后我接下来 我会听 反方你所反驳的 到底是针对 他意思讲不清楚的反驳 那这样算你们终好 还是单纯只是等着 对方自取灭黄 懂我意思吗 就是反正你讲不清楚 对不对啊 我们到底在对方 你差不多就会输掉了 你到底是处于哪一种 那反方前半场的时候 还好 因为你在一直在问人家 你现在的需求性是什么呀 什么东西的 我比较搞不清楚 是反方到了 自由变成一个转折点 我觉得到那个阶段以后 反方问的问题 其实就没有太大的影响 比如说 人家说 哎呀这个消费 这个大家会 这个我们要自己消费啊 然后他就说问 那需要自己的消费的 这个民众有多少呢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确切的数目 这个就显然是这样 我们在打这个便宜问题 你懂吗 就是你就是你反正人家不管讲什么 比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确切的数目 谁知道确切的数目 人家在高中生的 你也不会知道确切的数目 你问政府搞不好 他也不知道确切的数目 所以像像这种就是属于 在我的理解里 是属于你没有真的在 比如说你们现在是真的认为 没有通货 没有消费紧缩的问题 还是认为消费紧缩的问题 你有别的方法解决 还是你认为消费紧缩的问题 这个用这个方法解决 会造成别的问题 你的质疑 如果是在任何其中之一 我都觉得是合理的质疑 如果你的质疑是一直在问对吗 那有多少人嘞 那这个百分比是多少嘞 对不对 或者是难道别的这个什么 那个什么东西 或者是因为你们界定 你们提出一些名词的解释 他们也跟你讲的也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只是这样 我会觉得 不是一个正常政策辩论的反驳 所以如果我到时候判你们 真的只是因为他 其实不是因为他 因为我猜换你们正方 应该也差不了太多 就是因为一个高中生 没有办法把这个讲得那么严谨 我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公平 对我而言 所以呢 我说如果就我这场比赛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判正方 是因为我已经收到正方 他想要解决的问题跟看法 讲的不严谨 我可以接受 这个不严谨的部分 如果是有反方把它点出来 我会判反方你 如果不是反方点出来 反方所做的主要是在于 牵制或者是拖延议题的效果的话 我会觉得 我觉得这样不算数 这是我的看法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这张票我投给正方 以上是我的说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我讲一下我对这场比赛的看法 其实 现在我觉得有一点压力 因为我对这场比赛的看法 跟志宗学生的看法 其实有一点不一样 其实刚志宗学长讲的那些东西 就是你们一开始 其实你们打出三个 一个是刺激国家内需的这个情况 第二个是在家庭债务水平很高 所以我们必须解决这个东西 第三是提高个人储蓄这个东西 所以刚志宗学长讲的东西 其实是一根三 就是他把这个东西讲到比较完整 就是今天你如果给了他们更多的可支配现金 他们可以刺激国家内需 使得国家经济发展得更好 这个是第一块你们处理国家方面 第二个东西 其实你们比较偏向于去处理 家庭方面的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是国家 一个是家庭 有两个需要性的方式 然后我觉得会说今后 我会看反方应 因为我觉得到后面反方 对你们的质疑是 我可以明白他们的质疑是什么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质疑是有效的 我讲看看我们整场比赛的看法 首先我们先讲家庭那个债务的问题 因为这个质疑 我觉得反方质疑比较有效 就是家庭债务这个东西 他慢慢后来质疑的东西是 今天你谈的这个家庭债务的范围 它的收入范围到底是哪一种家庭 到最后你们打出来的东西是讲 你们是为了解决中高收入家庭的这个债务的问题 让他们还卡债的车债 这样我就接收到这个东西 这个是你第一个点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中高收入家庭的这个卡债跟车债 这个是我得到你们的答案 然后第一跟第三就是 他们对你们的质疑是讲 今天如果中高收入得到了这一笔可支配的现金 他是不是就会刺激这个国家的内需 这是他对你们的质疑 然后他们打出的东西就是讲 其实你看啊 如果他把这个钱去还卡债跟车债 这样他就没有更多的可支配现金去消费一些 奢侈消费的东西去刺激这个国家内部的内需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然后他们打出一个概念就是讲 其实那一笔钱真的不是很多 那一笔钱不是多到可以让你三个东西都有效的去解决这三个需要性 他们打给我 他们最后打出最后 我觉得这个政策它是可行 它也有可能可以解决这个东西 可是效率真的不高 所以这个是我对这个政策的质疑 它的效率真的是很低 再来其实他们打出了有一个东西 其实他们有在一种默默的感觉做出一个损地比 他们打出了损 他们避害就讲 今天你的这个方案其实会刺激国家的财政赤字 所以今天到后面他们打出这样的东西就讲 其实他还有一个 避害来跟你们的这个利益来比较的时候 我会发现到其实你们的利益没有很大 然后他们的避害是存在的 这样这个时候 自然的人如果避害大过利益的话 这个政策就是真的是比较不可行 然后再加上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一直问你们的一些核心的问题 就是这一些问题的根属到底是哪里 其实你们没有提出一个很好的答案 可是如果他们也当然没有拿出一个东西 可是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些问题根属的原因 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环境比较糟糕 所以今天即使你拿到了这一笔钱 他也是很少数的中高 所以你拿到这一笔钱 其实他对整个国家的内部的经济发展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因为那个数据讲80多巴仙的是穷人的那个家里 所以你的这个政策其实真的是打出来的 但是效果真的不是很大 然后还提出这个国债不断债台高出不断结界参生的时候 其实整个国家是更糟糕的 就是今天马来西亚国债在第一个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这个 他对我们的所有生活都会有影响 再加上你的力其实没有很大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整个政策给我的感觉就是 是必大于利益的感觉 当然提一下可能前面的环节 环盘会湿一点温 就是其实你们一开始对那个免税额的那个了解 其实是不对的 就是那个买书的那个东西 其实是他们讲的那个概念才是不对的 就是一笔钱到一笔钱然后扣出来 然后剩的钱再乘几%才是按了那个税 所以前面你们用那个东西去质疑讲他们 这个东西不好好不好 其实是会扣一点点 因为那个东西不是紧要谈的那个免税额盖 所以我的判准大概是这样子 感谢评审们惊惊地演读了 就是这时候马上请各位评审 投下最后一轮的决选票与最佳编手 本场比赛的成绩 将于这一轮投票过正式单身 有劳队